设定图片一般特效 我们在背景上面 再继续的去增加其他的图片答案进来之后 我们发现到说 这个蝴蝶的图片 它如果能够是透明背景的话 那应该会更符合我们画面上的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可以点选 这个改变属性的按钮 那在样子这边 我们选择第一个 这个叉叉 也就是取消它的这个所有背景的相关这些设定 那如果它本身是一张透明图的话 那就可以有这个透明的效果 不过呢要特别注意的是 并不是每一张图片 它原本的背景都是透明的 所以呢这是会有一些的这个限制出现 那另外呢 我们在图片的这个右边中间一点的位置 我们会看到有水平翻转这样的一个功能出现 那如果呢我们要这一个蝴蝶的这个方向啊 做一个转换的话 那我们点选之后 它就可以左右的做一个不同的一个翻转 那这边呢是一个垂直翻转 就是一个上下的一个翻转 那这个太阳的这一张的部分呢 一样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设定成一个背景透明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选单 这个效果选单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按一下滑鼠的右键 就可以自动的做一个关闭的动作 那我们在这上面呢会看到有一排的快速按钮 那这一排的快速按钮呢 它就是一个涂层效果的一个变化 例如呢我们现在把太阳移过来蝴蝶的上面 那我们会发现是太阳在蝴蝶的上方 那我们如果呢希望蝴蝶去遮住太阳的话 那我们可以先点选了蝴蝶之后 那我们来这边做一个上移或者是下移的这个选择 或者是直接呢把它拉到最上层来 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些这个空间感出来 那另外呢在这个效果的设定上 我们还可以呢利用这边有一个下拉式的一个选单 那例如呢我们选对着这个太阳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选择了阴影这个效果 那我们会发现说加上阴影之后 这一张图片就会变得更清楚了